现在我们来讲讲那个材料怎么选择 因为在市场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材料 像那种沥青的合成纤维的材料 叫composition roof 那个是在市场上用的最多的 还有呢就是金属的屋顶 砖瓦的屋顶 瓷砖的屋顶 木头的屋顶 各种各样的材料 还有很多现代的那种建筑材料 所以首先在选择的时候 那你要自己给自己一个估计的那个价格 比方说你今天打算花多少钱 这个在一个什么范围之内 所以这个价格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因素 第二个呢就是外观了 那你希望一个屋顶看起来怎么样 是不是要和你房子怎么搭配 还有你周围的社区这个情况 这个有很多种的选择 那个颜色啊各方面的 第三个就是要考虑到节能方面 因为换屋顶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候 你可以改让那个房子变得更加节能 所以这个材料的不同 会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那个冬暖夏凉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 所以换屋顶不能说光看一个颜色 或者随便选一个材料这样子做决定 接下来就要考虑这个屋顶的寿命 它的担保 比方说你花了很多钱 这个屋顶只能用几年的话 那这个就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个投资了 所以你要就去研究这个屋顶的那个寿命 接下来呢还要看 这个屋顶你是不是有的时候需要上去走动的 比方说有的人喜欢在上面挂些什么灯啊 什么在过节的时候 那有的时候呢是要为了油漆 要需要走到屋顶上去 或者是扫树叶 或者是有的时候要处理白蚁啊 就是说要去处理一些维修的工作 你需要爬上屋顶的话 那么你要选一个屋顶材料 就要考虑到能不能在上面走路 有的材料呢 它很容易破碎的 所以呢可能不适合你有这方面的要求 这个也是你一个考虑的因素 还有一个呢 要考虑的就是它的重量的问题 那么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湾区 这里是有和经常有很多地震的 所以你要考虑到那个防治的沉重 防治的结构 能不能承受到那么重的那个重量 最后呢你还要考虑到防火的那个要求 那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安全的问题 防火也是一个很安全的问题 有的屋顶比方木头的屋顶比较容易着火 那保险公司为这个原因可能不会保你的房子 这个你也要做一个考虑 所以即使你很喜欢做木头的屋顶 那你要做到它防火的那个要求 这个这些因素结合起来 然后再才能找出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选择 因为屋顶的一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投资 特别是现在这个物价变得越来越贵 现在这个很多东西都是在飞速的涨价 所以更要很好的就是选择一个经济实惠 同时要美观大方的一个物顶的材料 接着都是在飞速度的内容 好